尊敬的同事们 欢迎各位来到这里 我叫安德烈苏森佐夫 我是我们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 今天的讲座主题是乌克兰危机 它会以专家讨论的形式而进行 本次的演讲者是主导研究美国的俄罗斯科学家 欧洲大西洋食物转家 今天我们将详细讨论美国与北约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战略 我们还想讨论一下问题 北大西洋公约各成员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怎样并了解这个联盟今日在多大程度上 与我们国家有关 就外交政策规划而言 当前北约主要国家认为危机时间是多久 今天会议的主要演讲者是伊万·阿列克·谢维奇 萨弗兰秋克 他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欧亚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也是出版了许多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俄美关系的作者 在此环境下他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人 并有良好的国际交际能力 经常在国内主要杂志上分享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和观察 他不久前的采访内容已经被泄入 3月8号推出了《杂志专家》里 我想所有人推荐此采访内容 除此之外 在这本杂志里 他向大家告知了当前危机的时间跨度 马克·谢姆压力上的危机 苏奇科夫是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而且是因为有着很多国际声誉的人 他在研究美国外交政策 并且发起了一系列重要的讨论 与具有应用价值的头脑风暴会议 都和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有关系的 如今这所大学在非常积极地参与关于新国际环境的研究 今天我是讨论会上的主持人 但我也会发表一些个人的相关看法 我们会以专家对话和讨论的形式进行会议 毕竟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最舒服的交流方式 因为在这种工作环境下 就像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一样惬意 但也希望今天的会议结果会是良好的观察与见解 这将会对我们今天的参会者与将来的观众有很大益处 我想向两位讨论者提出第一个问题 其内容如下 任何情况下 都要首先确认谁是当事人 无论是在俄罗斯新闻节 还是在俄罗斯分析节 美国和北约 现在都经常被视为一个行动实体 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 一个具有某种同一事业 当一观点 当一实体的主体 集中很少出现分析 而这一步是任何分析前第一步 任何分析操作都是阐明主体的分类 阐明主体的不同部分之间的距离 然后在过程中 经过一定时间 我们重新决认重新分析这个主体 如果主体是在军事开始时团结 它可能在军事过程中没有那么团结 而在最后它的团结可能完全动摇 所以说我想两位发言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首先让伊万里克希尔游七先开始回答 这个主体有多一致 如果它没有如此一致 那么它有哪些部分组成 甚至如果它很团结 它是有哪些部分组成 并且为什么我们知道这点那么重要呢 我们有必要知道这些吗 相反 也许来自新闻节的观察者是正确的 现在对什么都可以是当知的 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细微差别 是不是 下午好 很高兴能参加这种形式的活动 我们正确于这个项目的完善阶段 我对此表示祝贺 至于您的问题 从我的角度来看 对于里面的主要主体 甚至不是某种国家主体 是所谓的深层国家 或者美国同志集团 这是一个正中心地位的角色 另一方面 这个深层的国家 或者用更专业的语述 美国同志集团 有一个国际支持的小组 这个主体的行动逻辑 与小团体的逻辑大致相同 这个主体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国粹是什么 为什么它是独立的 它是一个承载者 与其说是某种兴趣 不如说是某种世界观 在某种世界观上 有许多学科 从商业活动 例如军工总和体 全球金融架构 个人职业发展 等等 而这个小团体 可以说非常的晚上 而我使用小团体这个词 不是贬义地说 他们是如此糟糕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是一个修士语 而是一个行动的描述 我想强调的是 他们是相当封闭的 他们很难接受其他的 并且很难适应新的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力量是他们供股起来的 变得更强大 但是另一方面 这是他们的弱点 因为环境变化非常快 而他们适应新环境的速度 其实很慢 因此 他们面对社会环境的挑战 是更加供股他们 这使得他们现在变得更加强大 但使他们难以在未来生存 正如我们所知 缺乏灵活性 往往导致最弱性增加 这个主体 有自己的 政务已经说过的弱处 但它也有它的强处 这个主体很好的控制着国际信息空间 因此 它很好地控制着 所谓的国际叙事 在西方内部 不论你的职业生涯 出于何种 跪迹 如果对它发表反对意见 都会对个人职业生涯 声誉等强生浮面影响 可以打破这种局面 如果在职业生涯一开始 就与他们强生矛盾 甚至是大人物都可以完全被边缘化 要是和他们有很大的矛盾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体 很明显 站在这个主体这边的人数 相比小团体的球员更多 也就是说 不是所有被约的成员国 是属于小派系的 美国统治集团 或生存国家的外交政策 但没有人会反对它 在我的概念里 我认为 这是已经连续第四任 美国总统试图打破 美国统治集团 它始于小布什 他在反统治集团立场上竞选 然后是奥巴马 然后是特兰普 所有这三位总统 都在这样口号下 前往白宫 我们是惊心地讨闹 我们将在华盛顿的这个 马蜂窝里 把事情整理好 因为外交专家和 其他专业人士 已经不再维护 国家利益 领导的方向 也是不对的 小布什有这种现象 奥巴马也承诺 在美国国内和 外交政策的 会有一个大的 Change变化 每个人都知道 特兰普 也有这种现象 而所有这三位总统 心形的头脑 都对外交政策的 统治集团感到不满 他们都不想 卷入战争 他们想转注于 重要的事情 内部疫情上的人 外部人 结果 除了特兰普之外 所有人都开始了 新的战争 而特兰普 无法结束他 想要结束的战争 就是阿富汗战争 他还想从叙利亚 撤军 他们 也没有给他 撤军这个机会 奇怪的是 白东是美国建制派 并且他的 整个职业生涯 都在华盛顿度过 他 认识 六七个选举周期 担任参议员 许多人 许多人以为 他的 同志 将是建制派的 报复 但我有点不同意 这个观点 我相信 拜登 决定 从内部 打击 建制派 根据 根据我的 解释 他去年 从阿富汗 撤军的方式 变成了与改机构的 全面对抗 改机构要求将 不得留在阿富汗 而拜登 甚至 暗中 撤军了 撤军的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 是改机构的错误 而改机构 向总统 表明 这是总统 所有决定上的错误 显然 在阿富汗之后 拜登 不敢 在这个过程中 挺治美国外交政策 我认为 从现有的数据来看 他不敢 继续向这个方向走 是因为 从阿富汗 撤军是如此痛苦 也至于总的来说 他的credibility 就是可信性 是一个独立的资本 不应该受到损害 在过去的十年里 美国 做出外交政策决策时的 关键词 是credibility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 请阅读奥巴马 在 大西洋杂志上的 2016年的采访 他说 他们经常来找我 说不战斗 是不可能的 不论是自由派 还是保守派 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观点 如果我们不为某人烧 如果我们不带邻军队 到某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会破坏 美国的credibility 如何正确翻译credibility 这个词来传达这个意思 可能是可信性 在我看来 在西维夫特的一个故事中 有一个猎人 是最著名的猎人 他停滞了事迹 因为他明白了 如果他没有打中 他会被人下机座 只阿凯拉 知道他不能 不打中这种现象 这就是credibility的意思 许多人觉得 这次采访 含糊不禁 奥巴马试图 绕过所有的尖锐的问题 从我的角度来看 他说的是绝对的事实 问题是 有必要不断保持信誉 显然白灯 可能在此 为此受到职责 但是人是 美国机构 极其 围绕他的 国际合作伙伴 然而 为什么 重要的是 要知道一些 卡据 不是在这个机构 而是那些在 林一边 不是这个小团体的成员 但仍然在 他的领导下 行驶的国家和人 从我的角度来看 有必要与他们交谈 因为这创造了一个机会来 评估 谁正处于什么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 需要与他们交谈 因为 现在 现在是否由他们交谈 某些事情 就会达成一致呢 不 我相信 现在不需要任何协议 改团体 不会同意达成协议 其合作伙伴 不是改小团体的成员 他们没有为自己 谈判的权利 对于这个小团体 更是 如此 但他们准备 分享一些观点 交换意见 我们将 与 美国同志集团 外围的一个 团体 就是 关于他们 就 进行交谈 谢谢 我想向 莫克西姆 艾利桑德罗维奇 提出同样的问题 莫克西姆 艾利桑德罗维奇 您对 小团体 这个概念 有什么样的态度 我还想问您 我们 是否需要 把注意力 集中到 北约穷援国 对某些事情 评价的诧异 我们可以发现 北约国家 旧团结的立场 不是完全一致的 有 匈牙利的 特殊的立场 有 土耳其的 绝对自主的立场 德国 一方面 不能在这个方面 失去领导作用 另一方面 突然开始说 世界的未来 在于多中心性 多极化 俄罗斯在未来的 世界上 占有重要位置 近十年 我们需要 研究这些重点 或反制 这些事件 将不再重要 欧盟不会是一个 自主的参与者 我们需要将他们 视为等同 北约的一个 敌对的军事集团 并且我们 无法承担 如何和解 安德里安德里维奇 非常感谢 您主动举办 这样的对话 感谢您 邀请我们 参加这次对话 我认为 北约实际上是 美国的 维婉词 这种说法 是有道理的 因为首先 当然 美国是 改阻止的 主要赞助商 2015年 最令人影响 深刻的数字 是北约的预算 据通计 北约的预算 为8920亿美元 其中 6410亿美元 是美国的 咱们来假设 我们不知道 哪一个国家 是 主要的行动主体 让我们 从 几个角度 就 研究者 方面 让我们知道 哪一个国家 是主要的 行动主体 80 90年代 当 柏林墙 倒塌 苏联解体时 北约成员国 之间的讨论 相当有趣 那时候 主要有三种 就北约 未来的意见 第一 莫斯科的立场 北约应该像 华士 条约 组织一样 消失 因为 一旦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 防欧安全体系 这个体系应该在欧洲合作与安全历史会 欧安会 欧安组织的基础上形成 否则就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谈判 为什么要进行俄罗斯国内改革 什么的 第二 北约国家 也就是 塔兰普后来 所说的老欧洲 法国只要是说 北约是需要的 但欧盟应该占主导地位 第三 美国和英国宣传的北约形象是 北约在新形势下的需要 但需要把它全新启动 很明显 对美国来说 北约首先是保持起对欧洲国家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如何进行这一点呢 已经进行了不少的讨论 在这场辩论的北约下 现在主要有三个想法 第一 北约将继续存在 但它要穷弃 我们讨论的是北约扩张 但实际上那里已经进行了几次扩张 也就是说应该是地域扩张还是功能性扩张 也就是说 我们仍然在我们所在的框架中 在没有地缘政治对手的情况下 我们会改变智能 因为这一切都是因它而造的 而且我们还需要在地理方面扩大 但这种它不仅成为一个安全社会 而且成为一个公民身份的社会 也就是说我们加强了价值意识心态的组成部分 好像在思考每个人对我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可以听到的北约成员国的反正 他们说不是北约想东移动 而是东方进入西方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想要加入我们 第二 一个新的结构 由于有必要专注于阻止苏联 并且它已经不存在 它应该自行解散 并应该出现一些新的安全结构 第三 如果我们可以建立双边伙伴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大的集体结构 很快 很明显 这不是关于安全的 因为在1994年 克里顿有一次生动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说 问题不在于北约是否会接纳新选员国 而在于这将如何以及何时发生 也就是说 很明显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夜 美国统治集团就意识到这点需要暴流 只需要考虑需要什么样的形式 至于进程的三个取动力中 第一个是美国统治集团中的扩张派 他们将在90年代末支持在南斯拉夫的轰炸 在2000年代支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 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很支持这一点 第二个取动力是军共复合体的游说集团 第三个是东欧游说 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让我们加入北约 那么将会有俄罗斯复兴 俄罗斯吞吓我们 我们需要被北约包围 我赞同 美国是北约的主导者 美国将其政治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对北约的 只能没有自己的愿意或意愿 但在这里我们要回答各国想要什么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 美国首先关注的是实力和影响力的问题 对中弱小的行为者来说 安全问题可能更重要的 对美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保持他们在欧洲的军事和政治存在 对其他西欧大国来说 这是一种增加自己影响力的方法 但看到在第一波中接受哪一个国家的问题时 土耳其主张 波斯尼亚应该是第一个加入北约的国家 显然这是试图将他们的利益 推向北约 意大利主张斯拉夫尼亚进入 每个国家都以同样的论点 就说如果我们想要安全 那么让我们接受这个就是每个国家的论点 无论如何 安格鲁萨克逊和美国的逻辑都赢了 我需要研究这些裂痕吗 我认为还是需要 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使用它们 那么了解这些西位差别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对于加入这样一个组织的任何国家来说 它接受的东西和给予的东西的平衡 其实很重要 有时候某些国家提出扩张北约的建议 比如 大家都说就是 可能就是扩张北约是最重要的 美国的立场是这样的 我们不仅反对俄罗斯 而且反对恐怖主义 曾有一个把发展方向 终于反华这个方向的尝试 但这个尝试失败了 因为北约个别成员国的利益 占了上风 美国是主导因素 尤其是伊万利克希夫-V7所说的 这种事件 但研究内部裂痕 并不是无意之举 伊万利克希夫-V7提到了 Credibility 可信性这个词 而提出 Legitimacy 合法性这个词 这就是美国所会议的 当他们无法在安全历史会 获得行动的合法性 然后他们转向一些集体机构 在那里为他们的行动 获得合法性 虚压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人在虚约里根据什么授权进行行动呢 安全历史会没有给他们授权 甚至没有国会的决定 他们说 有近几十个国家在那里作战 但实际上 分类排出了一只扫罗犬 艾萨尼亚排出了一名卫生员 名义上是这样的 但很明显 这些的举动者到底是谁 很感谢您的解析 我想向您提出一个 关于我们现在面临的 这些主体的目标的问题 在应用分析的实践中 分析师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目标 即国家准备为之奋斗的生活目标 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 可以就是主要目标进行对话 次要的目标可以让步 当我们为了二分法的利益而振轮时 在一半框架中 美国的主要利益和主要目标是 通过武力保持其影响力 而北约盟国则装助于安全 可能只有北约中的土耳其才是试图增加影响力资源的国家 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其他这样的国家 在北约也许英国正在寻找一种方法 来通过全球英国的概念来增加其影响力 这解释了其在乌克兰危机框架内的过渡积极 他们不断用克里米亚战争的隐喻 如果我们分析北约内部不同行为者的目标 是否存在潜在的裂痕 是否阿萨尼亚或芬兰的安全 将在某些时候与增加美国影响力这个目的的发生冲突 美国的力量和潜力是否过度扩张 在表示 不同主体的目标中是否存在潜在的距离 我们与伊利亚布科夫在外日大论坛举行了一次活动 他说 我们想用我们12月提出的安全保障 给美国做一个具有年轻化功效的保过 也就是进行一次测试 以解释真实意图 在我看来 这种关于美国人真正想要什么的讨论 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北约内部的主导者 有三种主要的说法 这些说法在俄罗斯的政治形成节也有 而且美国人自己也试图让我们相信这一点 第一个方向 我们把它叫做 布尔金斯基派巴 他写著名的书叫 大棋盘 强调了乌克兰应当一种切断俄罗斯的缓冲区 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亚洲国家 而不是一个欧亚国家 因此有必要与乌克兰合作 最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 培养反俄罗斯的国家 我们对许多同事和政治家以为 这是美国的真正意图 地缘政治而已 通过形成一个不友好的原村区 来遏制俄罗斯 第二种说法 让我们成为自动驾驶的桥级大国 美国人经常说 乌克兰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九十年代忙于开发新的全球化市场 在欧洲事务中 我们按惯性形式 北约扩张的事实发生了 我们这样做事 我们能承受 而你们在那里谈论大国 哪一个大国呢 但这毫无意义 一个国内生产总之 于加州的国家是不能谈论大国的 走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吧 我们将继续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第三种说法 我们将习惯性地称为 桥级大国外判 即我们没有时间认真处理欧洲的关系 让与俄罗斯有更丰富历史经验的国家 告诉我们如何在欧洲轨道上建立关系 但这种经验 当然是负面的 波兰人 波罗地海国家更知道如何遏制你们 他们将对欧洲其他国家发号 使命 而实际上 俄罗斯在12月提出的 关于安全保障的建议是检验哪种战略和哪种利益 占重要地位的实际时 毕竟 如果您说 你不关心这些 也不需要这些 你想要中国 在欧洲的轨道上 你想 扒托很多义务和责任 那么这里有具体的文件 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已经很清楚的是 美国哪里都不会去 美国已经拨款400亿美元 在这之前还有100亿美元 参议员兰德·保罗在演讲中说 三十多年来 美国向乌克兰拨款约600亿美元 俄罗斯的军事预算在660亿左右 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一个项目的资金 是这个数额 这与乌克兰不重要的这个论调 有什么关联呢 只不过 这不是关于乌克兰 而是关于保持在当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的情况 如果他们准备用这样的手段 拔出这样的资金 表明这是他们愿意为 在这个等级制度中 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付出的代价 因为许多人认为 他们已经失误了几次 在阿富汗 在匈牙利 在伊兰克 等等 我认为 像北斗所做的那样 从阿富汗 撤出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人们的看法是 事情进展得很糟糕 所以在虚压力没有赢的情况下 让自己在乌克兰 在此 属给俄罗斯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在影响力和权力方面的利益 与更频繁的利益 安全利益发生冲突 总的来说 自北约扩张以来 每一个加入北约的国家都对他们为什么加入北约这个问题 有四个主要答案 第一 是军队现代化 几国家加入北约是为了拥有一支更现代化的职业军队 第二是地区稳定 即他们认为 成为北约成员国后 没有人可以攻击他们 他们的环境将更加稳定 第三是加强国防能力 这与第一点 其实很相关的 第四是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发展和外国投资的流入创造良好的条件 目前的情况表明 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 各国 特别是那些接近乌克兰的国家 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事实证明 他们被注入了更多的武器 但他们变得更稳定或更安全并不是一个事实 除了新的费用外 一个国家加入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呢 在安全方面 活得什么呢 我们国防部的一位同事开玩笑说 我们的情况是经济严重下滑 出现了联屎示威机 而一个欧洲大国 就是德国的领导人 决定用一组有限的资金 用于军队 并将军队的开支增加了三倍 在目前的情况下 这是争取的优行事项分配吗 伊万·阿雷克·谢维奇 谢谢您 关于这些不同实体的目标 很明显 小团体及其外围的目标是不同的 小团体外围的生存策略 很可能暗示着与主路线的一些 西位差别和差异 您能否同意美国的目标 与除了土耳其以外的 所有国家的目标之间的距离 现在都是次要的 并且在未来几年将是次要的 我这样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任何长期的政治规划 至少在三年内 都要考虑到改实际的状况和预算 从这个角度来看 您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在文学作品和电影 戏剧中 有不同的戏剧技巧 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您不知道结局如何 但你知道过程如何 另一种戏剧技巧则相反 您知道它的结局 然后整部影片向您解释它是怎么来的 例如尽管一开始都很好 但大家互相残杀 然后要说明其原因是什么 您的问题 也暗示了第二个戏剧技巧 首先是简短的回答 是的 有诧异 但我不敢说目击上的诧异 这种词组 我想说的是 从我的观点来看 更重要的是实现起目标的能力上的诧异 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与法国 德国或这个团体外卫的其他参与者不同 说出了这样的答案后 我将解释起背后的逻辑 首先是小团体内部也存在着差距 我认为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外交政策机构这个团体内 与俄罗斯有关的问题上 有两个主导的思想流派 第一是怀疑者 第二是维言耸听者 怀疑者认为 俄罗斯正走在历史发展的似乎痛理 俄罗斯正在衰落 不久之前 俄罗斯怀疑论支持者的立场是 我们应该 to manage decline 即印入 文和的卫生制度 使俄罗斯不会感染周围的国家 这一派别 近年来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们认为 维生警戒性应该是隐秘的 应该有一个真正的隔离区 以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渗透到俄罗斯 或离开俄罗斯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采取固立政策 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 所以这不是职裁而已 而是一种真正的隔离场势 他们原来觉得俄罗斯落实过程会很安全的 他们会在某一天叫我们埋葬 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现在他们觉得俄罗斯落实对其他国家很危险 他们认为事情正在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 所以需要使这种衰落更接近 第二派是为言损听者 他们的想法相反 他们说什么衰落呢 俄罗斯正在变得更加强大 也许俄罗斯有一天会消失 会倒下 但何时会发生 没有人知道 到目前为止对实际政策有意义的所有条件下 他们确实越来越强 没有必要对衰落进行任何管理 我们需要削弱他们的实力 不久之前 还有第三派 他们之前也很重要 是一派现实主义者 他们说无论他们是在衰落还是在增长这个时期 有些地方公开与他们 争斗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那里进行谈判 我们现实主义者知道在哪里寻找不同的相互满意的交换 近年来 这些现实主义者越来越不流行 国一者和魏远孙听者在我们是越来越强大 还是越来越弱小的问题上 彼此之间存在着可怕的风气 但这两个流派现在很受欢迎 他们一致的是迫起需要对此采取一些措施 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现在在一起的原因 而任何想达成一些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发言的人 都已经完全失去了信誉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对于魏远孙听者和魏运者来说 有先考虑的不是一些积极的议程 而是维护credibility 维护可信性 以便不出现错误 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利用错误 他们认为自己有无限的资源在身边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危机情况下 无限期的提高利率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提高赌注是一个双赢的策略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有更多的资源 在自己这边 当你坐下来和别人打派 而且你知道你的对手有义务 有此任在以后的每一局中加倍下注 您就会赢 如果你背后有无限的资源 至少有一次你会得到你之前失去的两倍数学而已 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赌注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而这与欧洲周边地区产生了冲突 那些欧洲国家的主要利益 一直是与小团体的不同的 维持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他们需要秩序 欧洲人的大脑中一般都有这个东西 就是秩序 三代以来 金银们的都是在他们自己在历史上 没有能力维持秩序的情况下长大的 最后他们学会了 请每个人来维持秩序 不要再出现 患乱 这是虚心的争端 将破坏繁荣 以及所有他们因以为好的东西 秩序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维持秩序 他们没有能力在安全方面花费仅可能多的钱 只有美国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需要秩序 而且他们一直准备为秩序牺牲很多 以便与帮助维护秩序的人在一起 但这里的秩序保障者及八主 转到为了最终任能活生 我会尽可能地提高高赌注的位置 这一位置是的 你会得到秩序 但在通向这个世界的路上 可能会有很多患乱 这就是主要反作用力 而且的不同之处如此 他们说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做 我们不需要北约派兵进入区压力 库尔西斯塔或者伊拉克 库尔德斯塔 我们将自己做一切事情 我们不在北约历史会上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求任何国家做任何事情 我们并不要求美国的运输机或卫星 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实现我们的目标 所有其他欧洲国家 这又是英国之外 都没有能力实现他们的任何愿望 任何目标 他们只有通过向美国祈求才能实现 因此他们比那些有能力 考自己取得成就的国家 更忠于这个小团体 这不是一个设定目标的问题 这是一个通过独立行动 确保自己目标的问题 英国人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操纵美国 所以他们不必要太独立行事 他们总是可以把他们的一场 强加给外面某个地方的美国人 或者将他们的一场 融入美国的一场 所以他们不会因为认为自己在地缘政治上 剥削美国而走向自治 我说的有点简单 但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性总结 英国现在可能成为一个 为人送听的领导者 其中大部分为人送听的国家 都是俄罗斯旁边的国家 波罗的海 延安国家 波兰 斯坎迪南威亚国家等 英国作为执行努力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作为一个刚刚因为列卡欧姆而遭受战略失败的国家 它从内部对这个结构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消失了 它正在积极寻找一个利基 让他们在一体化联盟之外发挥比内部更大的作用 当然这与一个重大的挑战有关系 这样一场新的福克兰群岛战争 有可能迅速举到胜利的战争 是很难找到的 当英国人现在因过度卷入乌克兰为基而 潮出了自己的重量级 对他们来说 这不太可能不被注意到 关于资源的问题是向马克西姆亚利桑德罗维奇提出的 我们知道这些行为体各自支持和扶持的外交政策资源 在北约各成员国之间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爱沙尼亚 拉脱威亚和立陶宛 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乌克兰危机 通过提供武器 提供设备 专业财政资源 从其军事预算中 给出两位数的数字 英国是德国和葡萄牙提供武器和支持乌克兰的一个倍数 美国正如您正确追出的那样 正在发送一笔巨矿 在阿富汗的一年战争中 美国花费了大约400亿美元 他们在未来历个月向乌克兰分配了大约相当的金额 最有可能的是 如果情况在秋天没有得到解决 他们会回到这个问题上 我们会分析围绕这个问题的情况 前来这400亿美元并非全部用于军备 约80亿美元用于军备 其余用于补充北约盟国中已经提供的军备库 这是为了重新启动军事工业总合体 如果我们从分配总给这种对抗和支持这种战略的资源方面考虑 美国和北约国家决定用在哪些时间期间下就分配这种资源呢 这些资源是否致敬的吗 那些分析家认为他们可以有限期的 让乌克兰危机留在他们的边界上 维持欧洲东部的这些紧张局势 并为他们自己廉价地维持这些紧张的局势 这些分析家的分析是否正确呢 这件事情更复杂 反之他们旧有资源限制又有时间限制呢 当我们谈论资源时 将其分为有形和无形资源是合乎逻辑的 就由形资源而言很明显 美国指望的是美元和印钞机的主导地位 他们专注于他们的技术优势 是转注于他们有能力生产的东西 这就是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脱离世界上 正在出现的经济形式和设计整个 辅加价值联系统 物流联系的穷足来探 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缺乏 生产出其无奇的原材料 很明显 美国人将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但这需要时间 至于美国对世界金融机构和政治机构的影响 这里的无知资源是可以用紧的 我认为美国人所掌握的无形资源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拿到公司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马扎斯 最近在《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有趣的是美国设计的系统和制度性世界秩序的优势在于 给秩序的直接受益者是第一个政策来支持他的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 对美国来说 重要是权利 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安全 但您真的不需要向任何国家发送做什么的那些方法论 他们会寄予保卫自己的世界秩序 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受益者 也许这对他们有伤害 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也不知道有没有另外的办法 要提供一个潜在方案是非常难的 在这个意义上 土耳其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因为他们没有立即去向莫斯科购买S400 他们首先去找美国 美国人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系统 而是生产技术 他们没有得到 他们去找中国人 他们在那里也没有得到 最后他们和俄罗斯建议了一种协议 这使他们能够生产这个系统 就是S400 也就是说他们在体制外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美国为何如此激动 这对其他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不仅是在出错的情况下 而且是在土耳其通过其外交政策中的行动 坚定的行为漠视的情况下 当然在全球范围内 俄罗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建立一个与美国平衡的系统 对俄罗斯可以作出的个别谋划 向白灯提供的美国情报及报告时 除了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其他三个领域 即台空和和网络空间之外 还谈到俄罗斯与中国的一起 有能力在几乎任何地区冲突中 塑造一个前代的美国叙事 并提供替代美国的外交解决方案 这是美国在世界上的资源所依赖的第二个点 创作一个主导性的能力 需要做什么 就是履线说出需要做什么 并在这一句错中塑造对方的行为 然后美国发现别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 并推广这个想法 我们经常说在当前的情况下 俄罗斯正在输掉信息账 这已经是一个联子间调 但是如果你看看美国对此的说法 他们承认在西方的薄墨中 他们已经遏制并在技术上 续筑了所有平台 但在印度土耳其的这个社区之外 俄罗斯的说法对当地居民有影响 而且作为改政策的一部分 就够不能简单的 撤销俄罗斯的言行 让人好气的是 这种资源是可好景的 不再像以前那样普遍 当然这需要时间和努力来制止它 谢谢您 关于战略分析的分析炒作的下一步是 分析炒作方式 现在冲突各方的工作方式是 金税的 进攻性的 随着武装力量的使用 批林使用 在影子洪河网络行动 积极监查活动的平面使用无力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处理这种这场危机的方式 有一些尖调子 情报的安全提供 供应正如他们所报告的 美国在信号模式下 故意采取的一些降级武艺 例如证品测试反微型武器或证品测试新的 洲际弹道倒塌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进行了 二十多年来的首次欢愉 这是一个典型的冷战事情的举措 可以说是一种最佳做法 另外阿里克希夫危机 我们在美国和北约对这场危机的行动中 也看到了一些尖调子的形象 与上次会议一样 尼古拉·希拉耶夫 对民兹克协议所出的外交变据 进行了精彩分析 他在总结自己的演讲时说 乌克兰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势 是完全没有恰指心 他们绝对无知地拒绝了 在他们参与前一段一阶段谈判 时打成的任何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否可以把美国看成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 因此可以期待在这场危机中 达成某种解决 并在欧洲形成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安全制度 还是相反 我们处于一个没有规则的优势模式 存在着敏感的大集合升级的趋势 我想在我们俄罗斯 许多人都有您在第一个选项中所说的感觉 是的 很微觉 但总能和美国商量好 我真的想补充一点 为言耸听者 比怀疑论者更容易达成共识 怀疑论者将是图示 我们的衰落 即最后阶段 更接近于结束 而言耸听的人可能非常害怕 他们宁愿把害 固定在某一阶段 他们可能会呼吁现实主义者 在该水平上进行谈判 以面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许多人觉得局势会升级 我理解他们的论点 但在这个局势升级的过程中 会发生一些事情 而发生这些事情的可能性 就不让美国升级局势 在我看来 美国现在消除我们在冷战后的 基本的 没变算的 我们并没有直接参与 互相参杀 用现代的说法来说 南战的地区部分是代理战争 我们派强支和谷问让美国人被杀 美国人派残支和谷问到另一个地区让我们被杀 就这样 我们在互相残杀的同时 还在进行抢关于谁的政权更好的持续经济斗争 而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放置到火塑 以确保事情不会发生到核战争 在那之后 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互相残杀 甚至没有间接的 有几次美国人同情那些在地方区域冲突中 杀害俄罗斯军人的人 在美国有一些团体对此表示同情 而官方通常试图与他们保持距离 例如这些团体之前对确承分离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表示同情 而美国政府说他们就不支持 我想回顾一下 两年之前 也就是2020年夏天 美国有一个关于俄罗斯 据称给塔利班送钱 为杀死美国人之府奖励的故事 这在美国引起了暴怒啊 这是对禁止的侵犯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想这是一场公平的暴怒 因为这在我们的关系中是一个真正的禁止 另一件事 这些故事背后没有任何事实 依据 甚至美国情报界也出来说 他们不明白美国媒体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了 也没有证实这个消息 而是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明 这是一个禁忍 我们看到 在乌克拉 这种禁止已经被打破 但他们也为此感到自豪 也就是说美国的武器和美国梦友的武器 直接杀死俄罗斯士兵和俄罗斯盟友 还有一种永远显入味觉的可能性 即可能尤其让乌克拉 有能力打击其领土以外的地方 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战术层面上杀死那里的人 而完全打击俄罗斯领土 我认为 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对警人的一种基本違反 如果他们要杀我们 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谈判桌前 而不给自己留下 做这样事情的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 这并不意味着报复 而是意味着 对你如何实现你的利益的一个限制 被移除 我想更清楚地了解一下 伊万阿里科学五位七 您是否认为 阿富汗圣战者的独厕供应货 像越南供应栏心装备 以及苏联非韩员参与朝鲜战争有很大差异呢 如果这是同样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有如此慢人推出条件现状 如果在冷战和边境危机期间 我们仍然间接地互相残杀 例如在迦勒比危机期间 苏联军队至少用一枚美国飞航员 寄中了一架飞机 并向另外几极飞机开火 那里还有几人死亡 这里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或者您是看到 回归这种做法 这是某人便利过去三十年的规方呢 这跋托了过去三十年的程碑 但也许是我没有足够清楚地表达出来自己的意见 我相信美国人甚至不会认为他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答案 他们认为这种继位继续使用于他们 因此如果他们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向你保证他们会发疯的 他们不会同意任何协议 蓝战尽管它有很多缺点 但是蓝战尽是一个相当对抢的东西 当然我们曾经用宣传互相责骂 但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彼此做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权利 就是说我当然是对的 但是你是错的 但我并不疯狂 你对我做了我对你做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承认彼此最准目标的合法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但通过它的管理 专业人员彼此是诚实的 如果某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很明显 或要反弹 你不必扩大赌注 而是需要接受这件事情 从我的角度来看 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对冲的行为 他们肯定觉得这是一条单行道 单行道 在我看来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问题 我们俄罗斯人认为 美国只有在采取对权性的呼应行动的时候 才能同意某种安排 不一定相当 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权的 年前就来了列布科夫的声明 或者普京总统 去年11月 在外交部的发言 他说要对西方伙伴保持严格的控制 我们 我们明白 为了与西方达成某种协议 我们需要对权性 即我们肯定承认 有特殊的权利来做他们 对我们做的同样的事情 美国人现在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决定这一点 您可能会说 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些禁忌 但我认为 如果我们试图在某个地方 对他们 做他们 现在在乌克兰对我们做的事 他们就会走火入魔 他们会去寻找无限制的建议 并说我们是一个 Rawks State 无赖国家 无法与我们谈判 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不可能达成某种协议 或者说 非常难以达成协议 因为这些协议只有通过某种最初的让步 才能达成 我们现在对美国立场的基本理解是 不应该做出这样的让步 我们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 达成某种协议 我回答了您的问题吗 我想您不仅回答了这个问题 而且还把我们带到了1962年 9月的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 智力上的不舒服的感觉 10月的危机好像在几周之后 就发生这种感觉 在古巴 不除苏联导弹的所有重要准备工作 好像已经完成 但到这种问题最后如何解决 还是不清楚 我要提醒大家 这一时期是人章发展中 最令人感慨的时期之一 就在相互裂灭 将得到保障的信念形成的清晰 而且苏联人对美国主要城市的 飞行使监与美国完全相同 我指的是他们的导弹处置 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 没有直接的电话沟通 没有关于对方意图的准确信息的情况下 但是围绕古巴发生的一些都全为外交政策的实验室和世界新秩序的实验室 但是美国全知识的全长并不清楚 苏联全知的全长有什么指示 相互周一他们试图确定这一点 但是理解开枪还是相命仓警告 他是在向我们地空飞行的飞机开火 还是只是在拍照呢 就是这种宣言对美国和苏联的公众点论 传生了数周的决定性影响 使大家意识到 在这个新的国际环境中 这种有人有途的边缘政策 是一条不可能持续的外交政策 而双方都有许多行动者 准备做出最果断的行动 而第三个角色就是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洛 他明确表示 如果为了社会主义在地球上的胜利 必须牺牲几百万古巴人 我们准备牺牲自己 去把亲爱的尼吉他统治 不惜一切代价 但是正是这种经验 实际上是几十年来 几代军官和外交官的一个立场备 使我们有了连续的限制 进攻性武器和禁止核实验协议 以及随后的裁军和国际经长 据事的换核 这种形成性危机 作为一种隐喻 被关心示威与美国对抗的极限阶段的结束 你认为华盛东现在对这样的结果毫无准备 并会立即转向几据被曾增的升级 这种看法可能有道理 但要看升级的速度 如果升级的时间相对较长 让美国观众做好准备 那么委员损听者将在讨论中证据中心位置 而现实主义者将逐渐被逾序发言 因为现在我们在美国媒体上看到 包括那些原非同情但却合理的专家 如理查德、哈斯 观察到他们现在所做的 即提供情报以几百俄罗斯 欺犯或那些不义 导致高级军事官员的死亡是 好像核战争 所以人都认为核战争是一种完全消极的 高风险的 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升级行为 这已经导致了政治全世界集团的秋问 因此我们既然正在接近 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节点 我们要潇洒地指出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科学 仍然不像武力学和化学那么完美 我们不能在实验室条件下 根据亲戚达人的经验经历 某种相互移存关系 然后将其应用于当前的事件 例如像在化学中 你可以在实验室中分离出一种化学元素 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材料 并使用它来制造一个符合材料 就这样飞机飞起来了 将来有可能永久地使用这个元素 我同意在知力上 情感上 道德上 我们绝对没有准备好在这个平面上发展局势 但人类的本性 似乎是这样的 在变得更好之前 它变得更坏 我说这话时有些恐怖安 我们两位发言人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想两位发言人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是关于我们当前局势的城际前景 关于两个主要行为者 美国和博约国家的城际战略规划 美国里程中相对交远 可以城际维持这些紧张局势 不会受到与国家有直接关系的伤害 另一方面 欧洲人与这个剧院非常接近 并进行和直接受到影响 对美国来说 乌克兰危机是一个空干 它可以剥弱作为自主战略单位的欧盟 欧洲的资源正在流入美国市场 以寻找一个安全的逼方杠 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性质 促使欧洲大陆的同活盼涨上升 减少欧洲国家政权的选拒前景 总而言之 它对欧洲造成的困难 明显多于对美国的困难 马克西姆 也有一种理解 那就是无论是在莫斯科 还是在华盛顿 达到核战争边缘的是极限 然而 这并不派出 伊万阿里克学维奇所说的行动 我们正在 直接向它靠近 但从这个意义上说 有美国人 违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禁忌 在这个逻辑中 有一个非形形的时刻 因为有一段时间 人们认为原则上可以 杀死敌人的人力 只要 就是人力 他们那里没有它这个类别 即私营军事公司 正如美国服务部门所建议的那样 叙利亚战争结束后 他们的一个重要事件 据成私营军事公司的一大群俄罗斯代表被谋杀 但同样 他们试图 盖这个 隐末的 速度很快 没有人 愿意 全新 求着 这件事不妨 但这是 一种灰色地带 从这个意义上说 看到美国媒体的反应很有趣 因为昨天有些对新鲜的新闻表明 乌克兰在 四名美国 鬼用兵被清算 也就是说 这些信息是否会进入美国媒体 是否会被用作对拜登施加压力的因素 他属于这个领域 这是肯定的 似乎正在违反一个禁忌 但他们保持一线 与此同时 美国人试图说 无论如何都不论任何战争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正试图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进入一些业制 例如 何战争是不可接受的那里没有赢家等等 关于网络世界没有重大战争这一件事件 有很多人在谈论 毕竟已经说了很多 传统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将会有网络战争 这并没有发生 那些灾难性的情况还没有发生 但大都市的排除系统和交通信号 登关闭时 人们看到了这些情况 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有网络攻击等 没有全面的网络战争 或者至少他们有被带到民面上 在那里人们将开始前列的谈论他 有很多人谈论 美国人正在将情报传递给乌克兰人的此时 那么怎么办呢 难道要用微信将他们击落 以便他们补传博呢 就美国人试图对纽约时报上的黑材料 做出反应而言 这是疯狂的 中央情报局局长 博尔波恩斯表面 没有必要谈论他 这是一种愤怒 他很快就被覆盖了 对某种警员策略 似乎有一个指导方证 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自愿 他们说 让我们看谁会持续更长时间 很明显 他们不会增长更长时间的时间 因为你无法交付 而且我们说后还有一些其他人等等 尤其都是在冷藏时期 在加连危机和现在原则上 美国总统以三种逻辑形式 总司令观察和政治家的逻辑 这就是肯尼斯底的行为 拜登现在的行为 作为总司令 现在在必须表明 他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强硬的拒绝 他是如何帮助他们的猛有等等 作为一个观察 他证实了证实他如何组织这个过程 在国会检裁花费金钱 并确保这个案件 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应该考虑重新选择自己和他的政党 这引起了严重的问题 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与他来的秩序的严重变差 他的选择口号是 三个C 新冠病毒 Climate 气候和China 中国 而对此增加了两个字幕 这些字幕并没有 嵌入这个美丽的营销外呼吸中 经济和移民 但美国人最关心的两个主体 是通货盘长和移民 两者都有很多问题 共和党人正是试图利用这一点 既然我们有些这问题 为什么还要给乌克兰党们多钱 试图把它扮演成普京的价格高 说是普京的错误 这些不同 这些不同 而且其实在民主党呢 也有很多问题 一些团体不理解 拜登政府的战略沟通 是如何进行的 为什么要他去爱和化 是的 很明显是为了抗表产生产 但是这仍然是一个人们的需求 有不同的状态 而不是谈论什么是必要的 并试图推销美国 目前的外交政策 对美国中产阶级有利的这个故事 这并不明显 也很难让人信服 我们都很清楚 每个人更关心的是 如何给自己的三辆车加油 以及自己如何北京反贷 所以在这里 我不知道这种关于我们有很多资源 我们可以坚持更长时间的逻辑 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它与美国政治家在选举周期内 运作的这种逻辑发生 某种将在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开始 其他的就开始了 将会有一次选举 民主党可能会失去一个意愿 共和党人会进来的 他们会不会更若紧呢 这是不可能的 但肯定要启动某种内部穷足 即使美国人无论如何转变 都保持某种总统外交政策框架 下一个重大事件是2024年总统选举 我们还不知道 他那德特朗普在搞什么鬼 他是否打算参加选举 关于欧洲政治家的未来 我在这里同意我们一位同时的论点 即马克隆是最后一位 被承认的政治家 接下来所有当前的欧洲政治家 在目前的环境下 都不可能有机会再次当选 因此这里有一个非常幻觉的叙事 也有时间方面的问题 另外阿里克希夫危机 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 但重点略有不同 这场危机的每一方 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 甚至是乌克拉 由于一些原因都认为 时间在他们这边 总的来说 局势正在按照他们的计划发展 而我们正在把我们的对手 输入更适合我们对这场危机的准备的过程 马克希姆·亚里山德罗维奇提出了一些意见 这些意见总体上证明了 俄罗斯人对这次行动的休闲过程的 抽签过程的看法 没有必要对军事集团进行大规模的加小 随着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摩河而逐步有条不齐的推进 并同时对于俄罗斯资源的主要消费者的整个经济关系逻辑进行重组 在这场危机之后 在世界经济上这可能会产生最长期的影响 几年后人们将很少关注乌克兰的便捷是什么样子 但每个人都会坚定地意识到 并对美元的数量感到压恶 他们用什么具体的货币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资源 究竟谁被认为是这场危机的影响 您对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感觉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将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个事情 马克西姆·亚利桑德罗维奇所觉得例子 就属于去冲突的 不是神迹 相反 是试图让事情平静下来的例子 这方面的所有做法有大大的区别 第一种做法就是 但你为了不出来修复力平衡而进入下一阶段的神迹是一回事 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截止 有能力在不采取大的 报复行动的情况下 次要的竞争 因为你想公平答应的主要的斗争 这就像我们有苏美体系的对抗 而我们不想用核战争来解决这个斗争 因为美方都相信他们会在主要战线上获胜 但美国人现在所做的事情 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的 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是试图为自己解决一个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形象 说什么在美国呼吁不要吹牛 美国人如何帮助乌克兰人 就是没有限制援助的元素 有的只是不要吹牛的元素 因素 这是试图打破因果关系的脸条 就消出报复的原因 这是非常特殊的去冲突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脱胎 环顾的做法 证实了我之前所说的话 他们不承认我们有权做他们自己做的事情 这意味着从根本上缺乏达成协议的基础 因为他们不承认权平等 很明显 无论我们做什么 他们都会宣传性地批评我们 当然在宣传性就批评我们 但是冷战时期 传家就是确认 因为我们之前杀死了我们的对手 所以他们前几天就杀死了我们的病人 或者他们 我们就抓住了你们的 他们的股份 所以他们就抓住了我们的股份 而他们从事的是那种不能为固定权利平衡 而真正的缓和协议 创造基础的消除冲突 他们认为 他们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 舒适的利己 并希望保持这种状态 他们的手被公开了 松开了 他们没有理由走向神迹 因为实际上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官方却说他们什么都不做 因此 这是挑逼责任的师徒 研究了一个例子 那个互相残杀的经济 并不实用于私营军事公司 我们对他们不负责任 他们正在努力 已经把他从离军事公司的水平 带到实际上境界 但相当密集的参与冲突的水平 把他保持在这个责任水平上 好像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国家 在做 而是一个私人基金会 或 私营军事公司 他们正试图维持实际行动和对行动的责任之间的查局 而我们不能与这种情况发生 原因显而易见 现在说说实践防卫 就地缘政治斗争而言 很明显 密集阶段是以越为单位的 国际阶段的结果 将为冲突的非机密阶段 确定时间框架 很明显 在前化阶段之后将有一个非强化阶段 我们将看到这方面的框架是什么 在我看来 重要的是 除了冲突的地缘政治层面外 还有一个地缘经济层面 美国及其 盟友试图 通过 大规模的制裁压力 来完全有利于他们的地缘政治阶段 美国及其 盟友不但不完全冲突的地缘政治层面 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阶段 不是区域性的阶段 是全球性的 这成为一个非常前期的斗争 是不是强化阶段 我们看一下 成为前期的斗争 有什么原因呢 原来他们不能说服一半世界经济事实制裁 这是美国外交的一次 抗议 一次失败 我提醒大家注意 在联合国大会上 有多少国家在乌克兰决议上 对我们偷了反对票 事实上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 对俄乌冲突的投票 投票 对我们来说是 其实很 不愉快的 但 实施制裁的问题 不能被认为是 俄乌冲突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 地缘经济问题 是 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问题 如果您看一下 这枪冲突 这里没有解决法案 有的是 引入或不引入制裁 那么一半的国家 全球没有引入制裁 如果您看一下国家的数量 超过一半 如果您看一下人口 也超过一半 没有实施制裁 如果您看一下世界的 GDP的规模 一半 世界GDP的一半 没有实施制裁 很明显 我们这里同时有两个冲突 第一场 冲突就一定 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地缘政治冲突 和一场大的地缘经济冲突 而且 这个地缘经济冲突 的持续时间会 其实很长 在我看来 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不能 引回来了 首先因为中国已经 极大的改变了 它的立场 三年 四年之前 就是2017年或2018年 习近平在 达沃斯世界论坛 发表讲话 说 他讲 从特朗普倒下的手中 结果全球化的起犯 而中国从那时候起 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目前的事件 正颇实 且改变立场 请原谅我 我想以一个相当深奥的说法 结束 我们来看看 我最喜欢的概念 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中 现代性的 主要矛盾是 安全 或主权和 发展或 无知福利之间的矛盾 我们全球以来 一直 相信 在存在着 某种 总和 就是在安全和 发展之间 会找到平衡 我们 现在得出的结论 是这样的 这两者之间 不存在 平衡 西方 把俄罗斯 中国 印度 和其他许多 不属于西方体系的国家 放在一个 选择面前 要么 你们 想做自己 但 我们 把你们 与世界 无知 体系 断开 要么 如果你们 想做自己 就是你们 做贫穷的自己 要么你们 想保持 外部经济增长的来源 你们 你们就 要把你们的 自我和 业心 放在 远处 就是 你们要 做我们 想做的事情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处于 这种 两 南境的 南境地 这种空境 对我们来说 越来越难 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我们 一直在 诚实地 试图 找到一个平衡 我们 现在 正处于 地缘 经济层面 危机的 这个阶段 许多国家 拒绝 做出选择 就是 选择 安全 和 发展 之间的选择 这即使 食欲 我们 也食用于 中国 我们说 停停停 我们在这种 两难的情况下 不做选择吧 如果你们的理论中 没有正常的平衡 不知道如何调和 我们会自己做 提出新的 世界观 当我们是 当我们是唯一的拒绝 这样做的国家时 我们 我们 仿佛就是 在 反对 世界的历史 经常 但 中国 拒绝 做出 同样的选择 并且 以便 弱和的形式 等同样的选择 拒绝 由 印度 做出事 我们 将 找到 一种 方法 来做 这两座 件事 这是一个 有 许多 墨枝术的领域 没有人知道 如何去做 但 这是对我们 一直在 某种 运作的 非常基本的 世界观规则的 原则性拒绝 而且 没有办法 把它 开回来 别人 已经 开了枪 但 没有 打中 他 为我们 提供了 我们和 中国人 拒绝 做出的 选择 所以 地缘 政治 决断 将 会 结束 这是一个 客观的 指标 表明 地球上 谁 将取得 什么 成就 但是 改变生活的 经济 增长 模式 在世界中 定位 自己 将关于 主权 安全的 新想法 与我们 自己 关于 无知福利 和 发展的 想法 综合起来 在这里 我们 将不得不 发明 新的 东西 新的 新的 模式 但欧洲人 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 面临的经济困难 不会在 政治 领域 不带来 影响 我还想 补充 地缘 政治 和地缘 经济 危机 的 结果 更多的 是 具体中等 国家和 非西方国家 我们大致了解 西方国家会怎么做 而 而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阶段 主要取决于中国 印度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的立场 这就是战斗的目的 而这也是 即将带到来的 多重新世界的一个标志 对于这次讨论 我的期望 完全得到了满足 对于这种 冲突的未来 我也有所了解 已经有所了解 其实我们讨论了 许多话题 如果观众会 有某些问题 可以今后 向我们的专家提问 我想感谢 这个会议的 所有参与者 感谢 我们的专家 我们下回见